更多的人,把他们推向神的宝座,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,重生得救。 在第二节,我们看见老约翰,看见别的一些东西。 他说,我看见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。 他说,老约翰说,我又看见那些圣子和兽的像,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,拿着神的琴。 所以,为了加强这个语气,为了证实所有世间存在的罪和罪业将来都要被对付。 现在呢,这个神都给老约翰,另外一个异象。 他说,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。 他说,他并不是看见玻璃海,而是看见像,好像玻璃海。 他说,这个玻璃海呢,其中有火掺杂在里面。 他说,这个玻璃海呢,其中有火掺杂在里面。 那,到底这个,很奇怪啊,这个玻璃的海,再加上火掺杂在一起。 这到底怎么可能这样的情况,我们,对我们来讲,非常难以想象。 那,我们相信老约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描述出来。 这是,他确确是看见了,然后这是他最好的语言,能够把它描述出来的。 他说,看见在像这个玻璃海上面呢,人都站在上面。 那,这些人呢,是他们学了他们的功课的。 他说,那些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的人呢,是那些什么人呢? 是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,并他名字数目的人。 当,当这里讲说,他胜了兽和兽的像,并不是说他们战胜了他,是说胜了他。 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?就是兽和兽的像,还有这些兽的这个势力,曾经想要引诱这些人呢,去跟从这个兽。 他这个兽呢,曾经想要去诱过这些人,让他们的额上也能够印上这兽的印。 现在这些人,他们的额上也能够印上这些人,他们的额上也能够印上这些人。 因为兽竟的权力,他们想要诱惑这些人,去岸上兽影,拜他。 但是呢,这些人没有,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,他们是胜了兽的,就是兽是非常的失望,因为他们没有跟从他。 大家知道,这个兽的目的只有一个,是要叫这些人,全地的人都拜他为神。 但是这些人呢,就是拒绝拜兽为神。 我们知道,这个兽,撒旦,和这个假先知,都是神的仇敌,都是这个说谎。 那,撒旦呢,是在这个世上,在这个世上一天,他就要在这个世上诱惑人一天。 所以,弟兄们,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世上还多活一天的人呢,我们都是要小心,就是要拒绝撒旦,拒绝这个兽和假先知,要我们去拜兽相的这么一个诱惑。 所以,老约翰看见,明显这是一个证据,就是,他知道,将会有人在这个,这个,这个,敌基督的这个白色恐怖下面,还是会有人逃脱这个敌基督的掌控。 所以,我们看到这第二节的那一群,站在仿佛是玻璃海上的那些人,拿着神的勤的,这群人,就是他们胜了撒旦,胜了兽和敌基督的。 他们知道,他们之所以可以胜过,是因为,靠了主耶稣在十架上的这个成就。 所以,当这些人站在这个仿佛的玻璃海上面的时候,站在神的面前,他们知道,他们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,他们之所以可以胜过兽和撒旦,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。 所以,他们拿着神的勤,做一件事情,就是赞美神的。 所以,老约翰看起来说,这些人手里拿着神的勤。 当我们说,老约翰说,玻璃海里面掺杂这个火,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清楚,我们大概只能够议会,不能够言传。 那也有可能是在,这个象征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可怕的这种,这种,这种,这个逼迫。 所以,当他们已经胜过这一个征战以后,他们站在这个有火掺杂的像玻璃海的这个上面的时候, 他们不会被烧伤,他们不会被毁坏。 所以,无论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苦呢,甚至被砍头,甚至被扒皮,被火烧,但是呢,他们现在都可以站在这个玻璃海上。 所以,这也是一个名证,再次地告诉我们,在基督耶稣里面,我们有永生。 所以,这个是靠主耶稣基督,祂在实价上的成就,靠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,我们可以,祂的宝血可以除掉我们的罪,在我们心里的罪,也可以由祂的宝血清除。 我们现在看见,祂这个圣经里讲,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,这些人,这些唱歌的人。 在第三,第四节来看。 你看,第三节说,他们这些拿着神的情,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。 有些解经家说,这里面有两首歌。 他说,第一首是摩西的歌,第二首是羔羊的歌。 非常失 �. 对吧。